接待大廳人烟稀少 室外公共去和禮品店也不见人影 这是日本长期线的海边度假饭店 过去入住者多是国外观光客 因为疫情国际严管 目前入住旅客几乎是国内游客 不过日本即将在十号开放外国观光团入境 能不能真的马上迎来国外生意 业者还在观望 日本观光产业经过疫情冲击 度过经营暗淡的两年 虽然首相安田文雄想抢救观光材 但旅游业者还不敢立刻推出 又会促销 疫情影响入境 服务业习惯服务国内旅客 很久没有接待外国观光客 日本民间思维 一时还跟不上政府步调 即使日本是亚洲旅游大国 长时间锁国现在要开边境 民间还是需要时间上轨道 无论如何当疫情获得控制 就得恢复过往的生活步调 日本的开国进大门 周边亚中国家正要学习借境 进行为罗湘附近 只能采访不到 我们下吗 真的只能热转 行为罗湘附近 家正要设定 是可在公质上轨道 度乱用却 使用装饭 现在还没为了 我们下回来的 鼓标 ニッ漫大国 房子仍典大国